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12日 在最近呢,俄罗斯不断地用导弹袭击乌克兰的城市 这一点大家在科斯大桥被炸以后呢,估计都有心理准备 这种轰击呢,还是造成的后果是比较惨烈的 这个我看了一下在社交网上 有乌克兰的网友已经贴出了相应的视频 就是说在导弹袭击之后呢,很多基础设施被摧毁 这样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 其中比较主要的就是这个用电 我们能看到他的视频,他肯定就是说他能上网 他能拍摄视频做剪辑 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使用了太阳能板 并且有一个比较大的户外电池 我看了一下大概可能有接近一度左右的吧 那个大小,但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未来在应对战争的时候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 如果一个大的国家啊 在被袭击的时候 实际上如果对方使用了石墨炸弹的话 对你的电网的攻击是会比较强的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现代的技术 从另一个角度也要求大家分散这个发电的设施 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光伏发电 我贴了这么一个图片在这个网上 这实际上就是我就正在用的这么一个太阳能板 我不做广告 我也不说这厂家 但大家可以看出我这是一个便携式的 这是主要户外运动用的 这种分布式的它能发电 实际上在很多国家现在逐渐流行起来 包括在中国 很多地区都有补贴去做这东西 你现在回想一下 它确实是降低了很多用电的风险 在这种骨干的输电网络遭到攻击的时候 你自己能够给自己发电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这个光伏发电 未来它配套的技术还有这个储能 储能实际上这一点在中国做的也是相当的强 它现在用这种磷钻铁锂技术 中国已经非常熟 目前呢 当然它因为需求太热 所以价格还是太高 不一定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啊 但是这个技术也代表了一个未来的趋势 就是说你每个家庭你可以安装自己的光伏发电设备啊 配到相应的储能 我大致计算了一下 实际上像一个最小的一个 就我现在用电最省的一种方式之下 我每年用电量用电的钱数也相当于三千多块钱人币 所以你自己你自己可以估计一下 很多在海外可能这个成本比较高 像在国内很多是据说五年就能把这个光伏发电成本啊给收回来 如果你自己装一套这种发电 这个光伏发电的这种太阳板的话 五年大概能收回来 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到未来这个电价上涨的情况 这种回收的速度可能还更快 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啊 比如太阳板的寿命啊质量这些东西 当然还是也需要也影响着它发展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未来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 从保证你自身生活质量来讲啊 实际上未来这种太阳能发电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模式 他这种作为国家来讲 他抗打击的能力确实有可能增强啊 重要部门我可以自己在屋顶进行发电啊 这实际上好多企业现在都正在这么做 并且呢我也做好自己的储能 你像这个我了解像台积电 实际上它已经在做这种储能 波峰的电量呢 我用电池的波谷的时候 我就从外头的网把电 存到我的电池组里 所以这种模式逐渐在被大家接受啊 实际上对于个人来讲 未来也值得考虑 毕竟这次俄乌冲突啊也给大家很多启示 这也是一方面吧 我想未来的光伏呢 可能在一两年内还是特别的热 据说现在在欧洲还是很热 因为电价在不断上涨 我想大家可以等一两年 等这份热度过了以后吧 给自己装备一套这种设备啊 价格便宜的时候装备一套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感谢大家 也欢迎订阅我的视频